新冠疫情严峻 实体店家销售受冲击 人潮纷纷转变成线上流量 脸书出现越来越多 直播销售的社群电商 全家便利商店也向重这波改变 和AI公司爱卡拉独家合作 推出Shop Plus商店家 去年底的时候就跟全家接触 然后双方就谈定说 好 其实社群是一个新的 电子商的投入 所以那双方也一拍即合 其实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在投资和开放 然后就是为了确保说 整个商店家的使用流程 其实是符合台湾使用者的习惯 所谓的台湾习惯 就是AI具有语意侦测 能懂人话 买家在看直播销售时 如果没有留言加一 而是写来一个 AI也能立刻判别消费者 有购买意愿 马上Messenger传讯 完成订单 透过Shop Plus商店家产生的订单 金物流全由全家负责 商家不怕收不到货款 消费者也不用怕被诈骗 台湾其实在疫情控制 很好的情况之下 大概过了一年半的好生活 所以数位转型 其实从过去十年 一直讲到现在 很少有一个时间点 是像现在这么迫切的 因为三级管制一下来 商家不能营业 立刻要转型 转型不只从线下到线上 民众在线上的消费习惯也在改变 根据Facebook IQ最新调查 现在的消费者更有兴趣尝试新的购物模式 喜欢互动 有参与感以及归属感 希望商业品牌能打破被动高冷的墙 于是社群电商越来越受到欢迎 却也让品牌经营者伤透脑筋 去年的疫情关系 其实也加速了我们决定 就是把这个LSHOP 在这个时间点成立 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电商在 因为我们是做转单 也就是说当这个Transit Transit这个订单的时候 其实是用人工去整理这些订单的 那人工整理订单就是 其实是最耗人力 而且是最不符合这个投资原则 橙色帽子戴起来是比较好看 好像搭白色比较搭 嗯 比较搭 要杂志跨竹电商市场 做官网网页导购 还做秘密社团 经营LINE社群 编辑与小编们需要不停的 一个个回复问题 人力与时间成本增多 消费者还不一定会下单 但社群电商已是主流趋势 势必得做 让LSHOP决定和SHOPPLUS商店家合作 除了透过接地气的AI 侦测购买需求 能立刻传讯结单外 更重要的是系统会自动整理好 购买清单 直播结束后 卖家就可以直接出货 不用再花人力去比对 同时还有顾客资料与营运报表 方便顾客管理 找到行销线索 我们过去的选品的方式 比较像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L的编辑 它有一些偏好 或者说我们认为L的风格 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 所以我们希望跟这个SHOPPLUS的合作 希望可以透过数据 除了是可以review一些 我们过去在选品上面判断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个预估 就是我们也希望有一些predict在里头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去预估 下一波的这个趋势 不仅是大品牌 对于缺少人与资源的微电商 更是一大助力 这也是为何2018年 SHOPPLUS进军早已发展 直播电商的东南亚时 能立刻受到青睐 目前SHOPPLUS是东南亚 前五大社群电商软体服务厂商 包括联合丽华 百事可乐菲律宾 曼谷包等17万家品牌与微电商 都是爱用者 一年超过450万笔交易 光是泰国 一年的交易额就超过19.3亿台币 现在回台落地 要为商家解决痛点跨步转型 自己更是抓紧这波疫情商机